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现他似乎并没有成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天分 但性格很活泼 在文艺方面有些天赋 能唱又能跳 于是初中还没念完 白雪就背起行囊 从家乡湖南岳阳来到了北京进入舞蹈学院学习 在舞蹈学院念书的这些年 白雪最骄傲的事情就是在学校的文艺会演中 演过小天鹅和白雪公主 白雪家里人非常支持她走这条路 为了给白雪创造更好的环境 减轻她对家乡的思念 02年的时候 白雪一家就搬到了北京 全力支持她考取艺术学院 从舞蹈学院毕业之后 白雪还加入过一个少女组合 叫布丁果果 百科上显示她在这个组合中的名字是草莓果果 这是一个在千禧年初小范围的红过并迅速过气的组合 谢如今能找到的这个组合的相关资料中 最值得拿出来讲一讲的 是他们2002年的时候参加过春晚 和周迅 陆毅一起唱了首歌 穿得红红绿绿的 站在群舞演员中 从仅有的一两个近景镜头看 四个人都不像白雪 大概她那时已经退出组合 一起念书了 05年白雪和孙丽一起拍屋顶上的绿宝石的时候 接受采访 说张维健是自己人生中的贵人 采访中 写白雪在某次去餐厅吃饭的时候 偶然地遇到了张维健 并上前询问是否能合照 张维健觉得白雪条件不错 就介绍了她进入了自己的经纪公司 并推荐她演《小鱼儿》与话无缺 我个人觉得这个说法有些牵强 一人偶遇外形条件好的粉丝就直接推荐她签约经纪公司成为演员 还挺离谱的 但白雪确实是和张维健同属一家经纪公司 大概是白雪被经纪公司签约后 在餐厅遇到了当年正红的张维健 简单接触后张维健觉得她条件不错 于是推荐了她出演《小鱼儿》与话无缺 白雪大学还没毕业 就签给这家香港的经纪公司了 运气确实是挺好的 客串了几部戏之后 就拿到了《小鱼儿》与话无缺理的《小仙女》的角色 张维健对白雪的评价特别高 说她有灵气 肯吃苦 还非常有耐心 《小鱼儿》与话无缺理 《小仙女》和《小鱼儿》那场经典的 智力对答输得人喝粥的戏 是张维健和白雪的临场发挥 张维健说 和白雪对戏让她找回了一种久违的新鲜感 就像当年和林心如一起拍 小宝与康熙 两个人临场发挥 互上巴掌 《小鱼儿》与话无缺播出之后 在某网站的人群投票中 《小仙女》的票数居然超过了谢霆锋扮演的话无缺 成为了第一位 让剧方非常吃惊 很多观众留言称 《小仙女》死了之后 就感觉这部戏已经结束了 话说回来 《小仙女》最后去世的那几场戏 真是骗了幼小的我好多眼泪 后来苏英被食人花咬 化成一滩血水的时候 屏幕前的我 也泪流不止 大概我就是小鱼儿本人吧 有了《小仙女》这个角色加持 白雪迅速进入了 事业的全速发展期 那一年她才21岁 《小仙女》过后 白雪客串出演了《我爱河东诗》里面的小麻雀 随后又主演了《五十郎》和屋顶上的绿宝石 那时候明星流行写博客 刚刚走出象牙塔的白雪就是博客爱好者之一 更新的频率非常高 2006年7月28日 白雪在博客中更新了一篇名为《拍喜归来的博文》 文章中没有任何告别的氛围和词汇 只是告诉自己粉丝 自己杀青并回到北京的家中了 爸妈妈吐槽自己胖了点了 又像普通小女孩一样感慨 生活完后回到家太舒服 懒懒的什么都不想做 所以先休息一阵再调整 这条看上去再简单不过的杀青博文 成了白雪个人博客的最后更新 这条博客更新后的六年时间里 白雪再也没有出现在大众视线里 没有任何广告 电影电视剧作品 甚至连一张照片 一则新闻都没有 一直到2012年 有网友发现张卫健在一个 未认证的账号下留言 嗨 这些年好吗 对方回复 谢谢 还好 白雪的社交账号 这才终于浮出了水面 账号被网友发现之后 白雪会时不时的 在上面更新自己的照片 但频率不高 很快 娱乐论坛上 又出现了关于 白雪的另外一种猜测 起因是有网友扒出 何润东07年 在录制综艺节目 康熙来了的时候 分享了自己在内地拍戏的时候 遇到的灵异事件 说是剧组一位平时很活泼 人很好的女演员 有天突然变得不对劲 晚上大家发现她房间里动静不对 进去一看发现 这位女演员在拿指甲捡自己的肉 血剑的到处都是 帖子下面各类猜测都有 但当是不是白雪的猜测出现之后 后续所有的留言都被这条评论拐跑方向 毕竟一位前途一片大好 却在视野全速上升 其退出娱乐圈销声匿迹六年的女演员 实在是太容易被套进各种各样的都市传说了 那之后论坛上关于白雪的各类猜测越来越多 有一栋高楼曾猜测白雪现在过得并不好 说是她每一张照片眼神都特别空洞 名字取得也有问题 近在她乡不就是近在她乡的同音吗 这栋高楼出现之后关于白雪的都市传说越来越多 甚至有关心白雪的朋友跑到白雪朋友的账号下评论 救救白雪放过白雪 可能是不忍心身边人被网络上这样不时的声音叨扰 不久后白雪更新了一条状态 辟谣了这些都市传说 她说自己只是一个碰巧遇上了好角色的普通人 所以才一直被观众记住 自己也从来没当自己是明星 一直觉得自己只是个普通的小演员 退出娱乐圈是因为自己不是适合 也不太喜欢演艺圈的环境和氛围 更向往平淡的生活 网友觉得她照片状态不好 可能是因为她私下从来不化妆 所以才看上去不精神 白雪依旧开心的和关心她的粉丝 分享自己的生活 日常就是旅行插花和朋友聚会聚餐 还应粉丝要求发几张自己的照片 有时候照片的角度不对 看上去可能跟印象中的那个人不太一样 有网友亲切地询问 白雪是不是做了整形 白雪赶紧拍一张自己 柔令自己的照片 例证自己鼻子是假的 都市传说被白雪本人辟谣之后 网友又开始关心起白雪神秘的另一半 网络一直留言 白雪退出娱乐圈是因为 夫家家境殷实 她又确实不喜欢娱乐圈 所以就彻底退出了 从白雪更新的状态来看 确实是富太太的日常 但这位神秘的另一半 从来没有出现在白雪的状态中 不但没有照片 连相关的文字状态都没有 唯一一次隐晦的提及 是白雪的社交账号 还没被网友发现之前 有朋友约她去香港 她回复道 我可能星期天才到 或者星期一 没办法 她还没走呢 不知道白雪说的这个 她是不是就是 她那神秘的另一半 可能确实是喜欢低调和平静 白雪更新了两年状态之后又消失了 因为时不时有网友记起她 14年她托好朋友 乐家童向网友报平安 从乐家童的状态来看 白雪已经和两个儿子定居国外了 依旧没有提神秘的老公 乐家童就是情人生雨蒙蒙里的孟平 和白雪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 16年 白雪在社交号上更新了一张自己的镜照 在之后的一年的时间里 她又断断续续的更新了一些自己日常的照片 白雪最后一次更新自己的状态 是在17年的10月底 她在好朋友的直播间中 短暂的出现了十几分钟 还是很多年之前的样子 可爱 灵动 不失粉带 那之后白雪的账号又停更了 大概又像风一样被吹到世界各地 去过自己喜欢的环游世界的生活了